这个地方就是先去抓到table 丢给这个TBL的物件 再从这个TBL物件里面再去抓TR 意思是说我先抓到我的table的范围了 然后这个范围里面你再帮我去抓什么呢? 然后再去抓里面的TR 所以基本上就是先到这边 我先知道说我的table的位置在这里 这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基本上这边可以展开 就是这里面帮我再去找到有几个TR 第1个TR里面的话就全部帮我抓回来 可是全部里面的东西有这么多东西 而且还有一些有的没的tag name 还有什么css一堆 可是我这些都不要 我只要它里面的文字的话 所以后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叫inner text inner text的意思是说里面的文字 帮我全部抓下 外面的这些东西都不相关的都不要 叫inner text OK 所以基本上inner text 字样指的就是里面的文字 所以我就把里面的TR 所以他会把里面所有TR通通通帮我丢到这个物件里面 那我如果要把他全部列出来的话 那我还是需要跑个回圈 因为他里面会有很多个很多个列 因为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网页里面的TR 一个两个三个这么多个 一堆嘛 我不知道几个啊 所以他如果用那个TR 那个 那个TRS 他就指的是这边全部的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要把里面东西全部都把它抓回来的话 那我就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零 特别说零 因为物件的所影一定从零开始 那几个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属性叫legs legs就是他里面有几个 比如说他里面一百个 他就一百个 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从 就是第一到一百 我们 可是他所影只从零开始 所以变成零到九十九 所以后面为什么减一 因为我从零开始 必须把它减掉一 然后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后面的东西 他叫inner test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丢到哪里 丢到我的A栏里面去 所以你会发现 那这个因为我i从零开始 所以把它加一 意思是说呢 他从零开始 可是我列是从第一列开始 所以我们第一列 A栏第二列第三栏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全部把它放下来的话 他就会整个全部都帮我 把射中在零下 这边跳出来 然后帮我把资料 所以他ready了 ready之后的话呢 然后再来就是帮我把资料 把它缩小一下 这个放在这边 这等于是第一列 里面的inner test 全部东西 第二列 第三列第四列 一起来推 全部呢 通通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那就完成 但是问题 我现在没有切割 假设我要切割的话 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在这边 在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列里面 因为他这个列里面呢 还有什么呢 每一列里面呢 都还有Td 所以这个里面呢 还在找Td Td里面inner test 所以那个逻辑还蛮像的 你只需要怎么样 把这一行先注解掉 把它改成什么呢 再让他继续找 所以再让他继续找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行 再搬到这边来 复制一下 改一个什么 Tds 去哪边找呢 从Tds Trs里面 再去进去 继续找 所以有点像剥洋葱的道理 先table里面找Tr 再从Tr里面去找什么 找Td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找什么 这个应该叫 叫Td物件 或者叫储存格物件也可以 储存格物件 OK 可是他找回来之后 后的话 我一样要一个 因为他里面 可能一个Tr里面有10个 Td 一列里面有10个Td 那我要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所以 还是一样 他在跑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就不能forI forJ等于 0到 他本身几个 所以Tds 所以其实你可以参考这边 这个把它复制过来就好 Enter一下 两下NAS 然后做什么呢 再把他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 就把它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这个输出过来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是 Sales 刮服 那列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先列再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这边也把它写好 这边先列 我们先 横向是列 所以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 我们的那个列 就是 就是 它的编号从0开始 所以把它加1 OK I加1 逗点 这一指的是 储存格 也加1 等于什么呢 其实是里面的东西 所以 把那个 Tr 不是Tr 应该是TDS TDS里面的Inner Test 帮我把它抓下来 抓到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了 可应该跟这边 我看一下 应该是 程式应该是一模一样 TDSJ 啊 对 OK 所以 这样非常的小心 OK 写成是要专注的 不能一边写成一边讲话 容易就写错了 OK 写错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中断点嘛 因为像我的习惯 错了没关系 这边中断 你中断的时候你就知道跑第一次就错了 错了你就再来赶就可以 所以像我写完成是习惯一定会把它中断 OK 不然的话没有人那么厉害 一次就对 好像 我比较不是那种会把自己逼得很紧 我写成就先没关系 先写个大概 然后细节再慢慢看 错了再来赶 所以这些其实真的是我写的 只是说你没有办法说每个地方都聚系密 所以你比对一下 最重要的是要理解 理解之后 很多东西就变简单了 这些应该都可以 都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 但是全会把它凑在一起 哇 真的有点难度 它就是有点像薄洋葱 先找到那个table 再找到这个table里面的tr 再找到这个tr里面的gds OK 再来就是什么 check一下OK 这边 看这把不要让它显示 让它感觉跳出来 然后让它跑 它已经去找到了 让它等一下 不支援 找一个这个 OK 所以程式停在这边 把它改一下 这样应该可以过了 OK 所以它现在已经抓到第一列 0 从0开始 然后再抓到里面的 那个 储存格 所以这个动作只是要把储存格做切割 刚刚是没有切 日期抓到 所以你会把你先把 第1个tt抓到 里面的innertest 再第2个 第3个第4个 一直被推 然后呢 底下应该 也可以出出出了 所以全部把它跑一下 让它全部跑 OK 瞬间完成 那这个是抓第1个page 不是用录制的是自己写的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可以怎么样 就延伸嘛 反正就是 在跟我们之前一样 把这边index page 等于1 就变成一个回圈 1到16 其他都一样 全部串在一起 再把不要的东西删掉 就完工了 OK 所以后面的部分呢 请各位 再试着完成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可以拿这一 一段程式 把它拿来抓什么 抓那个Yahoo 所以待会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怎么样 把 这个 用那个IE物件 刚刚改的 试着改改看 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功 其实里面的架构差不多都一样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 在两个地方会有区别 网址贴上之后 另外web table的位置 我刚是9 所以那边要用8 OK 然后 然后 再来的话 TD 不过 你会发现 这边第2个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这边 它的标题 叫 HEAD TH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第1个里面都是TH 不是TD 第2个以后才是TD 所以有些网页 它的第1栏 不叫TD 跟这样第1栏也不叫TD 第1栏也叫TH H指的是HEAD 但是呢 很多网页 没有这样子做 只有很旧很旧的网页才会这样做 像Yahoo 无事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旧 OK 所以 不过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这边你可能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找不到TD的话 那你就用TH也可以 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 所以 抓网路赐料 第2种方法 真的难度 真的是 会困难许多 但是 给各位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也不是要你去背它 基本上 你可以拿这个当饭本 回去 好好的去抓 至少 你眼前像蛮多同学问我同样的问题 Yahoo 股市为什么不能抓 会是乱吗 光这个问题 你今天用 这一套东西 就可以解决 Yahoo 股市乱码的问题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 抓 大 这一天 我先去看